距离2024年龙年除夕夜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月11号记者走访北京多家餐厅 看到年夜饭的相关预定信息被摆放在醒目位置 餐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年夜饭的预定特别火热 一箱难求 从那个中秋过后 就开始已经有客人陆陆续续地在咨询我们包间是否可以预定 然后到了元旦的时候我们就达到了高峰期 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包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而且就真正的出现了一箱难求 用一个钱来形容就是火爆 我们从十一前后开始就陆续有顾客打电话来预定年夜饭 我们年夜饭晚上是两堂 从五点到七点 从七点二十到九点二十 截止当目前这两堂的包间都是全部订满了 为环节预定的紧张情况 不少餐厅选择在除夕当天加餐 此外在年夜饭套餐设计上也更加精细化 有的还推出了龙年特色菜品 往年我们全部是两餐 今年因为客人订的多嘛 我们就分为了三餐 中午一餐 然后下午一餐跟晚上一餐 套餐的话 今年我们是出了四款 也是根据人群设定的 还是羊肉会比较偏多一点 今年呢我们出了一个生销粘膜 然后里边就有两个小龙 而且在套餐上 我们主打的就是把那些粘膜融进去 这个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今年年夜饭套餐 我们准备了四个档位的 在消费群体是普通老百姓 家庭聚餐为主 最有特色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套餐 里面有设计到一道菜品 叫同和全家福 这道菜就取了一个很好的寓意 就是希望大家团团圆圆 家人平平安安 这样那个寓意在里面 针对年夜饭节点增加的客流 餐厅也已提早做好预案 我们会跟客人去核对 订了哪餐几点到几点的 您看您是确定几点来 我这边需要登记一下 然后登记好了以后 跟厨房沟通 就是菜基本上就是提前 我们都会备出来 也会跟厨师长他们沟通 我们一定要多备 就是提前要计划这个量 有一批定期的就是假期工 正好帮我们度过这个时段 除了采取除夕夜多轮开桌外 餐厅还推出不同种类的 外带版净菜版年菜礼盒 满足顾客用餐需求 把包带回家 我们分到三个不同的 消费群体吧应该是 第一个是成品 比如成品就是已经做好了 做熟了拿回家就可以吃的 再有一个就是半成品 顾客需要拿回家 进行一个简单的加工和处理的 第三个的品类就是我们的礼盒 里面包括有一些酱牛肉 酱肘子和我们自己做的熏鱼 烤烧鸡 还有一些我们的面点的产品 可以随时拎着去串经济 顾客可能经过这几年过后 他们的观念就有一个改变 更多的就喜欢把礼盒 把产品打包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